欢迎收看标股智囊团 今天台积电拉回 加全股价指数 今天中场跌了70点 扣掉台积电 今天大盘基本上来讲是没跌的 OTC还翻红 我前天跟各位直接讲重点 博客下卖台积电 对台积电而言 最大的问题不是在筹码面 而是在信心 那另外 它的技术面出现弱势 我也告诉大家 这个月线可能会跌破 那跌破月线基本上来讲 去回补所谓的 这个封闭多方缺口 然后去做交代 这很合理的事情 所以你看 但今天台积电2330 台积电今天一口气跌10块钱 月线也被跌破了 月线跌破 OK没有关系 这个月线上扬的 所以按照这个理论 他去封闭这个多方缺口之后 应该是要早买点 为什么 因为这条年线是下弯的 所以这个 我也跟各位讲过很多次了 但现在要注意的是 台积电它的一个下跌 所造成的资金挪移效应 这个是大家要知道的 那另外一块 像今天金控股 出现撑盘 这显示出政策对于 这个指数部分来讲 还是投影相当关爱的眼神 那也对金控老板 这个政策 也对金控老板 以及金控股民 有一个还算是不错的一个交代 那当然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就不去讨论它 因为这是长期投资者 的一个比较需要关注的这个重点 对于我们这种短中期的一个操作 我们要的是绝对的绩效 那我们来看 在现阶段 你可以看到连勇 有没有 从当时年线下弯 在年线下面 下面往上拉 现在变成沿着月线一起走了 对不对 你看这卷子比也拉上来了 这代表嘎到空单 今天再创新高 可是创新高之后震荡 就是缓步跌高型的 那连勇去年赚49块钱 预估45块钱起跳 保守估计45块起跳 那45块钱起跳 400块钱的连勇 本应比不到10倍 对不对 那你要去联想什么 连勇先创高了 天狱跟着发动 4961 那你看4961天狱 你看他的位阶 月线才刚刚穿越 这条年线 对不对 昨天就攻上掌停板 今天再创高 震荡也咬到了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 肋骨的一个轮动 节奏来讲的话 你要去掌握 其实像德威 我们德威跟各位 从年初开始讲 讲到现在 讲到我都自己觉得说 你们到底有没有买 你们到底敢不敢买 你们看节目看这么久了 我说 这档股票 刚刚开始在年限之下 前三季赚8块钱 它超过去年全年 那车用二极体的部分来讲的话 去年获利好 今年会更好 那只是遇到倒霉事情 所以 今年会更好的股票 逢低 进场布局 德威攻上掌停 你来电你都可以赚掌停 那时候多少钱各位 我记得那时候1月30号 31号那天 1月31号那天 最低 那天收盘206.5元 你1月30号不敢买的 你1月31号 礼拜二 你来电 你都可以买到206.5元 不仅天天都有涨停板 而且2月份就涨34% 狂飙 恭喜重压10张能大赚90万 282块钱 年限之下 低档 一标 一张9万 10张90万 各位 你去想想看 1月31号你来拿的 亲爱的 206.5元 206.5元 涨到282块钱 206涨到282 天天都有涨停板 那你错过了得为 创为不是跟你讲吗 外资偷偷买超 你来看 昨天买进 请问各位 如果这样子做还赚不到钱 那 天底下没有人能够赚到钱 我昨天买创为 今天拉涨停 9点38分讯息 昨天进场布局 外资偷偷买超 今天拉涨停板 119元 今天再创新高 124块钱 得为嘎空 没做到 预约下S得为2号 现在就是现在 就打电话来预约 我这里面都是白纸 黑字跟各位讲 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还告诉我的会员 获利报劳就是 还会再涨 124 我都觉得还会再涨 所以我还是抱着 还是跟你讲 获利请报劳 这两天开始补量 年轻人在148块钱 操作要怎么做 来 昨天买进金瑞 今天工厂停 昨天进场布局 昨天进场布局 创为今天工厂停 昨天进场布局 金瑞 今天工厂停 请请问各位 这样子还帮不到你 我看你真的只能去找股神 找巴菲特帮你了 但是我告诉你 巴菲特在这一次 台积电也被割韭菜 昨天涨停板 今天再创新高 前天买 昨天涨停 今天创新高 20张大赚52万 20张大赚54万 成本很低了嘛 225 226 227买的 拉到250几块钱 持股获利续报 老师啊 我想动一下 你也最近好 这个波动很大 没有问题 来 早盘250.5 卖出的 接回座 当冲操作 240.5元 你225块买的 你继续赚 当冲再赚你 带你赚10块钱 你的股票 你的股票还在继续跑 还在继续跑 你已经先 10张10万 放在口袋里面了 你225块买的股票 还在这里 涨到254块钱 让它继续涨 但是你口袋里面 10张已经多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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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见没有 亲爱的 我们将早盘250.5 卖出的精锐 接回 做当冲操作 在240 接回 240接回 250出掉 10块钱的价差 放在口袋 原始持股继续赚 轻松赚 我告诉各位 你现在不要说 像我这样子做 你连选股 你连选人像我这样子的 你都找不到了 你真的都找不到了 得为嘎空 你中他10张 已经大赚90万 你短线上的精锐 225买的 原始持股继续赚 口袋先多10万 10张先多10万 放在口袋里面 对不对 正要 股票都太强了 真的都太强了 手中持股 获利续报 80.2元 手中持股 获利续报 手中股太强了 强到真的 不知道怎么办 我都不知道 我到底要不要 获利卖掉 可是 他就一直涨 一直涨 今天又创新高 怎么办呢 有机会挑战 高点85.4元 获利安心续报 怎么办呢 他一直涨 他又不下来 让我做价差 那怎么办呢 那我只好抱着 我只好抱着 我只好抱着 继续赚 我只好抱着 继续赚 对不对 要拨断有拨断 得为大涨 要价差 有价差 精锐225买的 获利继续赚 一个价差 当天赚10块钱 要预告预告 创为昨天买 今天涨停 隔天创新高 那我看各位 你可能只是要求这个 天天都要有涨停板 对不对 这个 你要这个 那我先跟各位讲 下一天来电预约 不相信 再给各位 我说礼拜一 我要再发动一档 第一个 得为二号 当然得为二号 他是属于那种 在年限之下 反而偷买股票 你买完 他会有一个波段的 一个操作 但是另外一档 中低价位的股票 我今天的秀给各位看 这不用讲了 这支通不用讲了 对不对 涨停 天天都有涨停板 今天再创高 这个都不要讲了 好不好 来 为各位看这一档 我昨天是不是跟各位讲 这档股票 在年限这个地方整理 我昨天是不是跟各位讲 在年限这边整理 有没有 6143 641的经验 我讲车用显示器 静电防护的部分 对不对 我说 他在这里整理完毕了 昨天这个地方开始 出量 我说你要注意 他先过年限 压回 来 金属公共 涨停板 你安心跟着我坐 天天都有涨停板 是不是 来 你们帮我做见证 20块钱买进 收盘给你涨停板 20块钱买进 收盘22块3 我让你天天都有涨停板 我不带你 让你天天赚 赚停 你来看 恭喜 盘下 20块钱买进的 8940新天地 吉拉公上涨停板 我在20块钱买的 涨停板223 我赚11.5% 我赚11.5% 我20块买的 新天地 收盘22.3 我当天赚2块3 你20块买的 当天涨到22块3 讲白的 你买10张 20万 你当天 你的资产就变成22.3万 你20张下去买的 你当天才三个小时 我10点钟进去买的 收22.3 11.5% 不是天天都有涨停板 我有机会 我让你赚超过一个涨停板 所以在这里告诉大家 礼拜一我要进场布局 两档 第一个 我让你天天都有涨停板 第二个 得位二号 两只股票 一只中价 一只低价 要让你涨停 来电报名 好不好 高价的 中价的 不是问题 重点是 下一档 你要跟上 来电预约 祝大家 天天都有 涨停板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